搜救隊員冒著大雨 持續在河面搜索 出動快艇繞圈圈 漸起雪花 保暖水波 要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卡在水面下 因為這裡經船有空中落水 除了快艇沿大家河面公園 水上來來回回 警校也前進河裡地毯時搜索 4號晚間9點空軍勤務中隊將行上兵 和表弟到美梯碼頭喝酒 他一時興起打賭 信不信我可以游到碼頭對面 接著跳水失蹤 經過一夜搜尋還是一無所獲 警一宵5號一早在出動17人 不放棄任何希望 下午的話我們就是針對 一樣隱墨點的位置 再加大距離到500 上下的有更500公尺 後來為什麼會轉當職業軍人 身穿藍色球衣 鈴門一角為球隊踢下寶貴一分 他就是失蹤的江信上兵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畢業 是我國甲級足球國手 曾經入選U23男足培訓名單 身穿球衣和隊友開心合照 江信上兵疑似為了扛家計轉當職業軍人 這會打賭發生意外 家屬只襲判奇蹟出現 華日新聞張士奎 陸語心台北報導